韩国中央预报在12月9日发文,韩国海军陆战队是世界第二强,中日两国正在追赶。 报道称世界上最强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跟韩国海军陆战队是有相同经营的亲兄弟关系,韩国海军陆战队是被美国所表扬的。 报道大放厥词,称,韩国海军陆战队目前拥有2.85万名士兵,被认为是进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强力,东北亚地区,无对手。 美国海军陆战队世界第一没有问题,但是因为跟美国走得近,联合演习搞得多就是世界第二,这是严重的逻辑问题。 因为我跟特朗普关系走得近,无时无刻不再跟着他,所以我就是美国的二把手。 这个逻辑是说不通的,因为跟特朗普走得近的,还有可能是保镖,甚至还可能是间谍。 韩国海军陆战队到底实力有多强? 首先,韩国十分重视海军陆战队,编制装备等比较完备先进,韩国海军总数大约6万人, 而海军陆战队按照文乡中的说法为2.85万,人数接近一半。 今年5月份还下水了都岛及两栖攻击舰马罗导号, 向控制雷达加VLS双倍海空导弹,具备了中距离防空能力, 可搭载十辆坦克,十辆军用卡车,七辆AAVT两栖战车,两艘LCAC,十架中型直升机,是先进的海上兵力投送平台。 其次,韩国海军陆战队有参与越南战争、年平淡冲突等实际作战经验, 在参与越南战争期间,还曾得到美军司令威斯特摩兰将军的称赞。 同时,韩国海军陆战队一直跟美军联合演习,甚至高达一年近30次,经验丰富。 2018年11月5日,美韩重启季六月停止联合演习以来的海军陆战队联合演习。 这一举动给了朝鲜方面很大的压力,韩国海军陆战队一名负责人表示, 该演习只是保持联合防卫态势的年度旅行战队大队训练,按照计划,韩、美海军陆战队明年还会举行24次联合军事演习。 由此看来,韩国海军陆战队是很强的,但是说是第二就未免有些自大了,各个国家的海军陆战队就不一一对比了, 但是根据多家国外相关数据的排名,韩国海军陆战队大概是第五名左右,前面是中、美、英等国家。 韩国敢说是第二原因,竟是中日正在努力追赶韩国,报道中详细描述了中日两国的追赶。 关于日本方面,韩国毫不留情的泄落了一番,日本今年3月才创建水陆激动团,2020年招计划, 才会有3200人,而韩国目前就有.85万人,主要装备的AAV-7两极突击车才52辆,韩国已经有200多辆了, 而且韩国正在研发比AAV-7更好的新型登陆装甲车。 对中国方面的报道,大有吹合威胁论和假想敌的嫌疑,白舰对中国海军陆战队支支甚少。 据推测,中国海军陆战队大约有3、4万人,主要装备的是中国自研道ZBD-05两极突击车可能搭载直升机的2.5万吨零西要行登陆舰。 此报道还称,中国海军陆战队的终极目标,是在全球展开大规模海外作战,但何时能达到这一目标还是未知。 报道里边简单陈述了韩国海军陆战队的情况规划。 目前是两个师家两个旅,从今年开始,逐渐增加运输直升机和攻击直升机,分别增加30多架和20架,未来配备性能更好的自研登陆装甲车,配备无人机。 简而言之,这篇报道的意思就是,日本实力不足,中国很神秘,威胁很大,正在追赶,韩国也要往更高战略层面转变。 韩国要变到哪? 韩国海军陆战队计划发展无人机,外向一代关键作战平台,引入无人机两期作战,以无人机作为侦查和作战行动的先锋,利用高薪技术更新下一代作战系统。 海军陆战队必须进行不确定性复杂演习,建立智能作战系统,发展3D打印,实力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等。 韩国如此大力发展,其根本目的是什么值得深思? 按照韩国自己的说法是自主国防,希望摆脱美军的指挥,但是从哪个角度出发,现阶段韩国也是不可能摆脱美国的,如此被战棋背后真实目的值得揣测。 至于韩国所谓的世界第二,宇宙都是韩国的,还在地球上变什么?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